歡迎各位 我們是鄉下的野孩子 我們不嫌棄 真的很謝謝 這個我小舅子 他是十大絕出農民的 這是我們台大的教授 劉教授推薦的 推薦的 結果有一次 行政院的院長叫做尤錫坤 他的學父打電話 跟我舅舅說 我們要來參觀你的 南花園 他說我們有 記者和隨後一共有八十個要來 我的小舅嚇死了 那怎麼辦 那怎麼招待 那些長官 可是隨後交代說 你跟我訂八十個便當 收據準備好 馬上 行政院付錢 後 我小舅舅說 好 你來參觀 要怎麼招待 要到大餐廳招待 結果是我小舅舅跟我講說 我們為官的人 要替老百姓著想 對不對 來這裡不是說要來吃吃喝喝 吃便當 一個便當五十塊而已 所以說我的小舅舅是這樣跟我講 所以我說我們政府當官的要關懷老百姓 所以我們農民很辛苦 像我種香蕉 我說不再賣的 就是送給親子女朋友來吃享用 還有等一下 一下車 我們喝兩種茶 兩種茶是我自己種的 一種叫做 不是 肉神茶 早上剛才的 肉神茶 我十點就準備好 要等你們來享用 第二種 第二種茶叫做 香茅茶 那個香茅 你聞到那個味道 你在煮的時候 你就要破 你煮飯的時候 放在香茅茶 放在飯上面 它是非常的香 那個我不知道 那麼棒 所以給大家分享 我沒有紙杯 我就跟那個餐廳老百說 我要跟你買 買五十個 那個紙杯 他說 不用我送你 就好啦 我送你就好啦 等一下我準備起來 每個人一個茶杯 這樣比較衛生 等一下你想要以後 還有 我們要去參觀那個 要去採那個 要去採那個 柳丁 那個是 凱座的 一大小鮮 一大小鮮 他們家種的 年輕 他家種的 所以我們去參觀一下 我也沒有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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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到 都市的各位 住在都市的各位 到鄉下來走走 心情會很快樂 會很快樂 我在鄉下過關了 我不喜歡台北的生活 不過我孩子 交代我說 今天要學著車子 比上 因為我們這些客人 好朋友 都非常親切 我就跟凱座說 我們的員工 還有我們的 到我們診所來的 各位 把他當作自己的長輩來看待 不要把他當作病人 要把他當作長輩來看待 就好像你生病一樣 就好像你生病一樣 就需要有人的關懷 我們身體有病 靠醫師 心有病 靠自己來調適 對不對 這個心靈有病 靠上天來成全你 對不對 所以我感覺是這樣的 謝謝各位 看到大家的笑容 我年輕很多 真的我很高興 我很高興 謝謝大家 到了十大傑出農民的 所生產的 都是外銷日本 我十點來的時候 很多的產銷班的 車子一車一車就送來 都是送到日本 結果聽說是比較雜牌的 才內銷 比較好的送到日本去 外銷 像香蕉比較好的 送到日本去 比較差的 其實營養都一樣 那個香蕉的皮 我們不吃香蕉皮 對不對 你外觀不好看 有什麼關係 其實他營養是一樣的 我們有一個觀念 說一斤香蕉多少 其實你一定要 買那個外表很漂亮 其實不然 我種香蕉就知道了 其實營養價值都一樣 各位是不是相信這一點 所以買東西 不一定說 那個包裝的很漂亮 這才是很有營養的 其實不然 這是我個人看法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